現在我們請板中熱舞的學姐 阿Key學姐來為我們分享幾句話 非常感謝今天的主持人 讓我在老人舞跳完之後 還有喘息的時間可以跟大家講幾句話 好 今天是母親節 母親節快樂 那今天呢其實非常感謝大家一同共襄盛舉 在這邊呢其實我剛在旁邊其實有一點點哽咽的狀態了 因為已經到了結尾 今天其實非常謝謝十八屆的人 十八屆所有小朋友們給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演出 然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感謝 今天在場來看表演的所有家長們 謝謝你們 為什麼我會特別感謝家長呢 我要從他們彩排開始說起 十八屆我知道說越切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然後所承擔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會有壓力 在彩排的時候我發現 高二所有人的笑容全部都不見了 他們還問我說 學姐你覺得我們哪裡要調整 我就說你們都很棒 但是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們當初高一的時候 來跳舞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們很難過 因為他把所有的負擔加在自己的身上 我想要跟家長分享的是 其實雖然說我們在學業當中 學業很重要 我們既然加入這個社團 其實我們都有義務還有責任把它做好 我也相信板中熱舞社所有的小朋友們 他們既然有這樣的責任 可以辦好一場成果展 我相信他們對於學業還有他們的人生 也會盡他們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就是家長們都可以放心 然後他們今天我看到 我那時候也跟高一跟高二講說 我希望今天看到的是表演的你們 而不是看到你們好像要證明自己有多強 我相信在這下面所有的學弟妹或學長姐 都有這樣的一個心得 因為其實我知道說大家以前很課難 我們沒有錢 為了跳舞我們省吃減用 或者是搶男生的麵包來吃 因為為了是什麼 為了呈現最好的一面給大家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你知道我相信大家回家之後 家長一定會說 你為什麼練我要練某彎 你今天書念了嗎 你大學要考什麼 可是 可是當我在看到 當我看到就是 學弟們可以把成果展全部辦好之後 然後還可以上那麼好的大學 啊 我就覺得 謝謝謝謝我覺得太感人了 我覺得我裝要花掉了 因為在成果展這件事情 當中日舞社給我們多大的回憶 跟魅力 所以我們老人們為什麼 這麼多人死都不走 因為要回來跳老人舞 為什麼老人舞偏偏比在校人那麼多 因為我們愛這個舞台 這個舞台帶給我們曾經最多的童年 童年嗎 青春 帶給我們的青春年華 當我們30歲40歲50歲60歲的時候 我們還能意義當年 當年我們怎麼跟同屆人吵架 怎麼跳老人舞 怎麼樣去拉贊助 怎麼樣去練舞 怎麼樣去拉有效 這對我們人生來講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上了大學之後 或許我們可能就沒有這麼美好的舞台 所以 我希望 大家都可以 留下來 高一的啊 聽到沒有啊 高一我從彩排到中彩到現在 我還是要跟你們講一句話 留下來 你們絕對不會後悔 謝謝 謝謝 不要哭啊 你們要大後悔 你們知道嗎